嗨 大家好 我是爱生活爱分享的恩爱怡 刚刚从这路过看到那个椅子上 安的扶手 感觉这个扶手对老年人的做起都有帮助 正好有好多老人在那坐着 我过去和老人聊聊天 问问 奶奶 就这个扶手是新安的吧 新安的 这不给老人准备的 真好这个 要不起来膝盖不吃劲 这样你这个胳膊就蹭起来了 这个退休不那么死心 是是是 您今年多大岁数 84了 84了 听您口音好像不是天津的 山东危海的 哦 山东危海的 这是上子女家来了是吧 上子女院 我在这儿还没 我在这儿还没 我在这儿60多年 哦 但是口音没变 口音变不了 退休金有多少啊 我退休金不多 退休金才3500 3500也不少了 有老伴吗 老伴有30多年了 这是自己过呢 还是跟着子女过呢 跟着儿子过呀 我老儿媳妇 我就跟着他过 我自己要是行我就跟着过 我自己过 对 我一看还行啊 挺好的 没有什么矛盾 哦 我也没事 他也没事 那说明老儿媳妇还是不错的 我也不错 我媳妇不错 我就是吃饭的 你们拿着我管饭 哦 就吃饭的 现在我就不管了 现在不管了 嗯 我干了 我说我这钱不给你 你们都挣钱 这个性格好 你看有说有笑 是吧 我呀 就是出来找个罗上 我就说有妈事儿 都自己一家人 有什么事儿 嗯 有妈事儿 不就吃饭嘛 对 吃饭干活 我能干 我说我都不用他们干 我把口袋打完了 这样呢 够好 对 一家人脑袋打得刮刮的 那个好吗 就是啊 那个不好 都不舒服 对对对 没有病理 你把钱都送给人家 啊 对对对 这个人有钱你妈吃了 不好吗 对 你打架 然后心里别扭 不就住院去吗 多痛快 对呀 住院他还得受罪 是 你待着还得受罪 对 对 呵 这奶奶说话真是亮堂 看事儿看得明白 哇 我盼了四十多岁 四十多岁怎么了 冠心病 哦 冠心病 哦 我前回也是冠心病 我没冠药 哦 我一直吃了药 挺厉害的 四十多岁 我这冠心病很厉害 活三年 怎么才能活三年呢 我这个病哈 我们这六个人都是一样的 哦 叔叔都是能活三年 但是那几个人都走了 哦 都走了 就生了我自己了 哦 现在就生我自己了 那是四十多岁 您又活了四十多年 我又活了四十多年 又活了四十多年 我不还没死吧 我还挺好的 这就跟性格有关系 平话的人啊 我就这样想 就是长寿了 奶奶 就您长病百岁吧 哎呀 什么条啊 能活铁盒吧 长病百岁 再见了 再见 再见 刚刚呢 和那个一个八十四岁的老人呢 聊了聊天 老人呢 四十多岁的时候呢 曾经得过病 当时大夫呢 跟他说也就活了四十多年 没想到呢 就活了四十多年 刚才聊天大伙也听到了 是一个特别健谈 开朗 能够包容事的一个老人 他的就是长寿呢 跟这个性格有关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喜欢恩娜姨的 给恩娜姨一波关注吧 谢谢大家 再见